極致聖教序第十二頁中的第一行 我們來看第一個字 中 中字呢這邊有一點破 那雙人旁這邊剪寫成一撇 這也是一種省略的一個方式 我們來看書寫的過程 這個字畫有點歪斜 故意的撇過來 我們要把有一些破 殘破的地方 想辦法把它合理化寫出來 這裡是一撇 接這個字畫下來 破的地方不要去寫出來 這是折筆 輕的下筆 收筆這樣子 再來層字 層字眼部寫完 寫這邊 那最後一定有一點 這邊好模糊了 也是要把它寫出來 好 這個都是 連貫性 還好 沒有 這裡就要注意了 然後逆筆上去 小心這裡的連續性 勾起來一點點就好 帶到這邊 拉 往右上一點點勾 然後這一點 在這邊 隱隱約約有 但是已經看不清楚了 過來重 沉重勞輕 重 我們來看這個寫的方式 過來 橫畫 很長 這個字呢 稍大 在這裡 算是比較大的字 然後要小心這個筆畫順序 先寫橫畫 然後再 倒鉤上去 這個代筆的方式要小心 勞字 勞字的一個省略的方式 這個上面 兩個火 省略成這樣子寫 變輕加壓 加重 再上來 勾上去 好 再來 輕 左邊的車部也是 節省 用簡單的寫法 然後勾上去 再寫這一筆字畫 那右邊的 這個連續的寫法 這裡 也是有代筆過來 這邊有一點點 那個筆觸的感覺 再來 求字 好 求字勾上來 直畫 好 這轉角 有尖銳的感覺寫出來 然後呢 行草書有時候 右上角那一點 就省略不要了 來接下面這一點 直接接下來 來 深 這個出封也要接上去 轉折出來 好 然後這裡也是一樣 代筆很重 接這邊 這邊 再過來 加壓 再過來 然後再來 這個下面這個願 寫的 非常的 草字的寫法 裡面的省略 很多 這裡 就變成這麼簡單的寫法 右邊的頁也是可以減身 草書的寫法是這樣沒有錯 好 那一個 來一個這種 比較 草法的寫法 這有時候 在行草書裡面 會增加一些 就是流動 還有一些活潑的感覺 再來答字 好 注意看這裡 筆畫 然後有點弧度 勾 這邊 有點破 就是 這筆畫一定有 某種 牽帶關係 所以我們這樣 把它合理化 然後這邊的 錯步的寫法 好 好 這是答字 過來周 周字在這邊 寫的比較大 而且跟上面的答字的 空隙比較小 先寫字畫 然後過來連續動作 口字的 插法 然後把它接起來 接這個油字 左右 這樣子 那這邊一點 錯步 好 這樣子 我們來就用 here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